欢迎大家回到脆味厨房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蟹蝦 是越南最有名的越南餐 做出来的蝦肉很爽很脆 吃蟹蝦最好吃的薄米粉 即是奔海 烤得够硬不腍 就是很好吃 同时也要做到一碗好鱼爐 如果喜欢吃可以吃蜜蝦 这一只也是属于鱼爐的 但在调味就用菠萝 你可以买这些 人家调味完成了 都是不错的 就是买齐些蔬菜 和各样的材料 回来做就好吃了 看看海鲜 看看海鲜怎样 这里的海鲜 各样的鱼 什么都有齐的 包括鱼 蝦 说得出的鱼 都是有得买的 包括亚洲鱼 都是有的 游水鱼 游水虾 都有的 你买哪一只 有人可以帮你煮干净 你就可以打番茄 煮来吃的了 新鲜虾 新鲜龙虾 这里很多不同的海鲜 亦有很多是不同国家云过来的海鲜 所以什么海鲜都有的 这里都有新鲜 但是我始终都是选择罐头 这些就是生菜和香菜 这里就一基虾 如果买到回来是冰了 我们就先要解冰 虾解冰 不可以用热水解冰 要用冷水慢慢地解冰 如果用热水 虾肉会霉 先把虾撕掉 尾部都要撕出来 然后撕完 我们就放少少盐 去捞一下虾 捞过虾之后 它就白色和比较爽些 因为你不捞 里面的虾有很多泥 黑色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少少盐 一匙或者半匙都可以 要捞过虾才是好用的 而且它亦都出很多残 捞了之后虾是很爽的 洗出来的水也是很黑的 所以我们就洗两个水 然后就把虾破开 拿出黑根 这条黑根就是泥 你一定要拿出来 如果不是吃下去 是沙的感觉 如果是有时间 我们预早一天煮好虾 煮干净了 我们就用筷子 再放在冰箱 让它浸干水一晚 然后我们煮好些 那些虾肉就不会太濕了 如果喜欢吃猪油 可以切50克猪油粒 放在冰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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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较固 较固 好吃点 如果不放在冰箱里 就会比较干 不过我都没有放在冰箱里 因为我们会健康 因为这是为了健康 如果做冰箱里 可以用这种机器 来搅拌虾肉 搅拌虾肉 搅拌虾肉 搅拌虾料 搅拌虾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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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这种鸡做,就比较麻烦一点 搅拌完后,我们再另外放材料,再搅拌至起胶为止 两样鸡的做法不同,但是做出来的虾胶一样是很硬的 一部这些鸡就有很多用途 可以搅拌虾肉猪肉,也可以做鸡蛋糕,或者搅拌粉 都是可以的,但是它很重的,买到都要找个地方安置它 不可以放在一起 开始调味了,2茶匙胡椒粉,2茶匙糖,半茶匙盐,2汤匙鱼露 2茶匙麻油,60克生粉 做鸡蛋糕,我们就比较少,鱼露多,因为这样才是香的 以上这些调味料,如果你们觉得不够咸,可以自己加 如果是咸的头,你可以减的,胡椒也是,所以不一定要比较多 加上葱花,我放三条葱,一起搅拌 现在我用这部机,我开中级,即是4号,来搅至起胶为止 搅至最小限度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起胶 我们就放四滴黄色的颜色,和两滴红色 做起来,那些蝦才有少少橙色 你都可以不给颜色的,但是做起来,那些蝦就没有橙色 它全部都是看上去白白的,不起色 所以我都是放少少颜色,让它看上去更漂亮的 生粉一定要放的,因为蝦很濕,你放些生粉 帮你收回水,然后那一块蝦做出来,才是够爽的 有些说,不需要给生粉做鱼胶或者蝦胶 但是,如果你不放都可以的,做出来就没有那么爽 还有,你刺了在蟋子里,焗完出来,有可能会掉肉 这些就是我好久之前曾经试过,不用生粉做出来的效果 焗完出来,它已经烈,因为它是没有生粉来帮它收回水分 和现在这一盘的效果是相差很远的 所以大家想想一下,如果你想做得完美一点,就放生粉进去吧 虾胶就已经打到它很起胶了 总共我打了它20分钟 现在就拿它出来,倒入碗中 最好,就盖上盖子放入冰箱两个小时 给虾胶,它就会银性一点 今天我用的是罐头蟹,这个是短装的 先将枝蟹破开它容易,比它小一点 可以不破开,整枝用都可以 撒一点油在手上,让虾胶就不要黏 然后我们就搓一块虾胶,大概手就这样捏到 大小就是随意自己做,厚薄也是随意的 然后放一块蟹,开始我们是这样捏到它 开始我们是这样捏到它,黏到它就滑了 开始我们用来这样转它,让它口滑了 它就很亮了,做出来 不断整形,如果你不即食 可以将保鲜纸一卷一卷包住它,放回冰箱 到吃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解冰吃了 有时间可以做定放在冰箱的 如果放回冰箱,最好就一个蟹蝦卷一张保鲜纸 不要黏在一起卷 蟹蝦我们要先蒸过去 先将这个碟搅油上去 然后才好放蟹蝦上去 要不然它会黏的 我们又放完蟹蝦上去,我们就蒸10分钟 蒸了10分钟之后,它熟了 这样就夹出来,放在焗炉里焗 焗的时候,最好是有一个这样的网 蒸着它,焗出来,蟹蝦就很漂亮 如果没有这种网,你们的盘就要掃一些油 或者放一张焗炉的白纸上去 如果你不放,它是很快焦底的 最好是有一个这样的网 做出来就漂亮很多 焗的时候,我们就开375F 即是190度C 焗它10分钟 然后拿出来,反转它 再焗多10分钟 我这里讲的375F 和190C 是讲大炉的 如果用小炉,火力是不同的 就要自己看一下炉有多小 因为小炉的距离是很低的 很容易焦的 要自己调整炉的火 这里我就不敢肯定要焗多久 或者多久 因为蝦肉已经熟了 可以开猛一点,让它快点香 都可以的 不需要是一定的火候 最重要是看你的炉大小 自己调整 这一只就是小米粉 一块块的 一包40克 大概是3-4个人 先将一煲水 煲到它暖暖的 不需要大滚 热就可以了 那你就放这些粉 浸泡20秒 如果你是煲它大滚 就15秒就好拿出来 要拿出来的时候 那块粉还是有少少硬 都不要紧要 你就立即倒出来过冷河 晴干水 不要煲到它太腍 冷了它就会难 所以硬硬的就好拿出来 干了之后 软软软软软 就是最理想的了 你可以是这样摺一块块 放是这样 塗一些葱油上去 那里不卷一块块 就可以一块一块 这样排上去 塗一些葱油 这样搭上去 搭几层 这样就一碟了 这碗葱油做的很简单 将葱切花 然后放些油 放入微波炉 叮一叮 这样就可以了 在这里 我先和大家 分享一下 怎样开鱼炉 这里可以吃到 6至7个人 我们就先放60克 砂糖 然后就用200毫升的暖水 放进去搅匀 水不能够太热 如果水太热 如果放下柠檬 就会做到鱼炉 是苦的 再搅匀 砂糖 要是完全混沌 那我们就放下柠檬 柠檬 柠檬要放30毫升 但今天我就想和大家 做是试溶醋 因为没有柠檬 可以加醋 不一定要加柠檬 但是柠檬做的鱼炉 它就香过溶醋很多 所以就试一下用醋 醋 我也是放30毫升 然后搅匀 我就用这个蟹牌子的鱼炉 放完醋或柠檬之后 我们搅匀 然后放40毫升的鱼炉 再搅匀 看见糖完全融化 那就是可以吃的了 开鱼炉 最重要就是先用糖水 让它完全融化 你才放醋 然后放鱼炉 如果你鱼炉放得太早 砂糖是很难融化的 到时你吃的时候是尝不到味 因为要等它慢慢融化 鱼炉里面的糖就完全融化了 现在我们放鱼炉 这个鱼炉就是我自己打碎了 放下去 喜欢吃辣椒融 就可以加辣椒融 但是越南餐一定有辣椒融才好吃 有时买适合不同牌子的鱼炉 如果你放40毫升的鱼炉 它是咸些 你就要加少许水和少许糖 今天我们已经做完了 现在开始可以吃了 我先跟大家说 这一碟鱼炉 我就是用大长型的鱼炉来做 所以款式是不同的 另外那碟奔海 即是米粉 我铺法都是一块块 不断铺 就没有之前我教你们摘 摘声就拿回来请客 不用那么麻烦 现在就开始怎么吃呢 我们先将米纸 用少许暖水 不断鱼炉 首先我跟大家说 吃完南餐 是没得戴手套的 最紧要是洗干净的手吃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将这些蟹 不断剪一条条 就随理剪2-3-4 然后我们就撕一些生菜 放在最底 就减一块叶的在底 不要刺碎米纸 然后放些香菜 放完香菜上去 放完香菜上去 我们就夹这张 奔海上去 即是小米粉 我们可以放一些 青瓜 或者酸萝卜丝 这个酸萝卜丝 放一块肉 上去上膏面 我们就切两边 然后不断卷来吃 卷完之后 我们就点鱼炉 这样就可以吃了 这一餐 越南借虾的越南餐 最好坐在桌子上 各有各卷 一面卷一面吃 这样就很好吃了 坐在一起吃越南餐 就是一家铜锣最好享受的一餐 在这里先多谢大家支持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 帮我按一下当当 多谢大家 同时 如果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我一定会回答大家 多谢大家 再见